Nelson Mark Channel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9月21日 為什麼我會拍這個短片呢 就是想講講我的頻道呢 就收到一個電郵 他就說 我這個 嚴正徽章 就是這個名字上面 頻道名字右邊有個Tick的 這個Tick呢 將會取消了 這個是Utune上面的新政策 那我相信很多創作者 或者Utune的頻道主人 都無可避免地要被刪除這個Tick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可以看看 我之前就收了這個電郵 大家可以看看 收了一個這樣的電郵 他的意思呢 就是要改變他的政策 那要得到這個Tick的要求呢 就需要有龐大的觀眾群 要在Utune平台以外趕為人知 那或者有其他頻道的名字 跟你相似 可能令人混亂 那可能大家不知道 這個Tick是什麼 那我就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我頻道 如果有訂閱我的都知道 那我旁邊是有個Tick的 就是這個位置 那這個Tick呢 就將會取消的 以後如果有類似這樣頻道的呢 恐怕可能我的訂閱者 就未必找得到我本人的頻道 或者需要花費一番時間 再去找回這個 是屬於我的頻道 那我們可以看回這個內容 他的消息呢 就是在這裡公佈的 那10月會進行的了 以往可能是這樣的 就將會改成 類似這樣的一個標籤 那但是下面的留言呢 創作者呢 是說可以申訴 這個YouTube說可以申訴 但是呢 估計申訴應該是無效的 那下面呢 就有很多人都在這裡 扎馬啦 就是你這樣是 騙殺一些小型創作者 那甚至有很多人說 如果在YouTube成名的人 根本上就不會再在另一個頻道 或者另一個地方的社交媒體 去見到他 影響他很大的一個名人 就像這裡說 因為一般他們成名 就是由YouTube開始成名的 那其實他們呢 如果你說要求到他 所謂要求到要在 其他地方 都有知名度呢 那一般呢 是沒有什麼可能的 那就是說他要扼殺 一堆小型創作者 那然後這個過程呢 是基本上沒有做過任何諮詢的 那要達到這個創作者呢 其實呢 這個訂閱數呢 是不少的 就是我個人來說呢 我就覺得有點失望 因為有一個創作者 就是一個小小的創作者呢 其實就是為這個頻道的主人 或者創作者呢 他會覺得 叫做有個認證 那起碼叫做這個 可以跟別人說 我有個踢的喔 那這個 人家很難無認我的喔 那但是YouTube 你在沒有諮詢的情況之下呢 你又作出改變 在這一年以來呢 YouTube的改變呢 就太多太多 而每一個改變呢 基本上是令到一些小型創作者呢 是生存空間是越來越小 包括營利上啦 或者那些 甚至那些標籤 他都要移除 所有之前做得很好的一些事情呢 他全部就改掉了 這樣來講呢 根本上呢 就已經不是我所可以認識的YouTube 變成了很商業化 他和他 而且他 他沒有想到他當初是如何起家的 他起家就是靠很多 很多小型創作者 自由創作 但是顯然他現在想做第二個電視 所謂第二個電視是什麼 就是做一個類似電視台的物體 那全部都是大型品牌 因為他已經養了 很多很知名度的YouTuber 那那些YouTuber 就幫他帶來很多收入 那就拋棄那些小型創作者 但是不要忘記 整個生態上面 小型創作者是佔了七到八成的至少 那你怎麼可能 沒有那些創作者 那些大牌的明星 那些名人 其實是不是個個都看呢 還有他會不會每天都看呢 我希望YouTuber 真的要好好反思這個過程 還有對我們華人 這個創作者頻道上面 基本上扶持是極少的 推薦不到出去的 那其實就是 希望YouTuber在這方面 可以聽聽創作者的意見 那今天的不滿就是到這裡了 那可能以後大家會發現我頻道 沒有了一個創作者 那就要靠我本人的樣貌 去看看哪個頻道是屬於我的了 假如有無形的情況出現 那多謝大家一路以來的支持 拜拜